非常的愤怒 收到的却是假货 越说越气愤 因为手上的这两瓶乳液 还有些保养品都买到假货 让他气到通通丢进垃圾桶 绿色包装旅行保养组 找到一个优良评价百分之百 花七八百元买了这两组 结果收到包裹打开一看 绒布袋跟纱带都是劣质品 其中一瓶的塑胶袋 看起来就像用过的一样 这才惊觉买到假货 假货的部分 它就很明显的皮肤 会马上开始出现泛红的一个情况 那长期使用下的话 皮肤的弹性还有细致度 各方面都会有整体降低的情形 买到海洋拉娜防茂品 根本不敢用直接丢掉 不过手上拿的这个乳液 用了一半皮肤状况变差 才知道根本是假的 从外观上其实就能看出差异 真正的瓶盖可以转动 但假的则偏黄 瓶身和盖子的密合度 也有些微差异 而防茂品的瓶底厚度 明显比较厚 内容物颜色和浓稠度也大不同 铝箔包的一个成本比较高 那所以在 而且它的售价会比较低 所以仿帽商几乎不会 仿帽这一类的产品 可是如果说是像这样子的 一整瓶的瓶装的一个产品的话 基本上只要这个瓶子 是在中国大陆制造的 它就有可能在当地 直接拿来多做一点 然后填充别的物质 从价钱包装和规格 评估是正品还是仿帽 也有不少消费者 透过网路评价决定 要不要下订单 但是得小心有陷阱 有些卖家一开始一面倒 都是优良 但其实只是因为很多人 用评价告知已转账 但根本还没收到产品 用了之后再来改评价 好评立刻便复评 网牌仿冒品充饰 就连DHC SKA2 雅诗兰黛等知名品牌 都有假货 虽然网路购物比庄柜便宜 但民众还是得慎选卖家 以免受骗上当 为了艾美买保养品 反而越擦肤质状况越糟糕 实在得不偿失 记得旅游生温思海 新闻市报道